就是我个人的学习英语的方法和经验的总结 我个人这个学习方法呢 其中那个英语的学习方法 是因为我本科的时候学过 听起来高达上同声传译 但里面我其实觉得它和托福啊 GRE都差不多 所以可能这个学英语的方法也是可以通用的 然后除了学习英语的方法 我后面好像还会还涉及了一些目标管理 时间管理还有相关的内容 刚好我们也是20分钟 所以接下来的20分钟 我们就来讲就是个人的心得和分享这方面 然后最后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提问时间 不管你是对学习心得经验这方面的提问 还是对之前的那个评估工具的提问 都可以在最后一起提出 学习方法 第一个是Learn how to learn 这其实是一个Coursera课程的名字 大家可以搜Learn how to learn Coursera可能是top one 就是最最popular 最最受欢迎的一个网课 它是免费的 而且我真的从里面学到了很多 而且那个好像是叫Barbara Oakley 就是那个主讲人 它本身就是一个会多种语言的 所以对英语方面的学习 我觉得也讲的就是非常的能够relate 你能够用到直接用到英语学习上 然后他说的其中的一个大的板块 叫做记忆 人的记忆 可能这里有很多学习 心理学教育学的同学 已经了解的挺多了 但是可能可以重申的就是 我们的记忆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是如果我们能够将碎片化的知识归类的话 我们能能对这些知识更 更加系统的进行记忆 如果更加系统 如果归类了 我们就能记得更好 而不是觉得可能有一百件东西 如果你能把它归到十类 那你就只记了十类东西 好像我们的负担 这个记忆的负担就会少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效的 他说据说是最有效的 学习和复习的工具 就对语言和这种需要记忆的这种任务来说 就是一个回忆 叫做recall 回忆和自我测试 就是我刚刚看完了这个 那我捂住他 那我回忆一下 他刚刚到底说了什么 就是这也是一种自我测试 而不是我一直翻 一直翻 好像我看完了 但是其实我一个都没记住 所以要时不时的recall 这个 严翰 对 严翰给了我一个私信 然后不同时间的回复 回复重复 不同时间的重复有助于记得更加牢固 就是分散的记忆 特别是在零碎的时间的时候 时不时的去回忆一下 可能会帮助我们的记忆 然后还有这些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联想记忆法呀 就我如果记不同的 一个东西的步骤 可能说我解决这个问题要五步 那你就继承你从这里到回家的一些五个经过的点 这是一个联想记忆法 对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提升学习的好玩和趣味性 用各种感官的刺激 让自己记住一些东西 不仅一个英语单词 你不仅去看它 还去读它 还去写它 这样子 然后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Corsair的课程 这就是学习方法的方面 就记忆 就可能比较 比较 比较专 专门是记忆的那一部分 但是英语来说 就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嘛 然后英语听力 的话就是 我们经常有人找借口说 我就看过每一句 就是锻炼自己的听力 会锻炼自己的口语了 其实不是的 因为任何一个 你真的想学到它的话 你都需要深度学习 你需要耐心的 而且是反复的去学 你才会有效果 当然你如果泛泛的听的话 你会形成一定的语感 但是你没法达到掌握它的程度 如果你想要掌握一个知识的话 你永远需要多变重复 这也是脑科学的一个发现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你要多次重复 你所记的这个单词 你才会真的真的记住它 不然你很难提取 你如果不重复的话 所以需要经听和经读 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某一段几分钟的 native speaker的英文录音的话 以下的几个步骤 可能你需要反复重复 第一遍的话 就是你需要听 好像是听五六遍 你才能把一个 你这几分钟 你才算过了完整的深度学习一遍了 而不是说你真的就只听一遍 所以第一遍听的时候 你就是全文听下来 这几分钟的 你全文听下来 你看自己自我测试嘛 你能听懂多少 然后第二遍听的时候 你就一句停一下 一句停一下 试图理解这每一句 然后推测一下 然后看自己又能听懂多少 因为可能第一遍听的时候 它说太快了 所以第二遍你可以一句一句的来 然后听过第二遍之后 你要找到录音的文字版 文字版就是它transcript 你不是只有听的 你其实还要结合 你要你要真的看那个字 他讲的那个字 到底是讲的哪个字 他讲的怎么写的 这种 然后查你所不认识的生字 因为你现在有文字版了 你就能知道 他到底在讲什么 生字 你听不懂 是因为你这个字 你都不认识 所以你得先把这个阅读搞懂 你得认识这个字先 所以你查了生字 然后你自己朗读一遍 这个transcript 然后在这一步做完之后 你在第三遍去听 又是一遍一遍的听 然后这一遍你可能会发现你容易多了 但是可能还有一些 你刚刚其实没有掌握的 因为你是第一遍嘛 所以需要重复嘛 所以记录还没有听懂的句子 或者是那些词 然后就针对性的挑重点嘛 这些你还没有掌握 就是你重点需要加强的地方 那你再去听一听 去读一读 然后第四遍听 就是在全文听下来 是否这一遍能听懂 如果不懂 那就重复之前的步骤 这个transcript找出来 听一听读一读 这个重点没有听懂的地方 继续重复这一步 直到全文能够一次性流畅的听下来 全部听懂 然后第五遍 现在就是因为听和说 真的是一对 一个pair 所以你听了之后 还不能止步于此 你得听一句 模仿一句的说出来 学习它的语音语调 我觉得这一步还是挺难的 所以你可能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 去完成这么五遍 去尽量的到位 第N遍 第N遍就是 你不是听一句模仿一句 你是跟着它一起来读 你和它一起来读 如果能够做到完美的重合 那就当然是很完美了 但是一般做不到 但是你就尽量的去接近就好 所以你看 深度学习所说的英语听力 一段几分钟的一个内容 可能就只是这么长的一段的transcript 你要可能要花一个小时 去完全的深度学习 这样子你才能是真正的说是在 既学习了生词 也模仿了语音语调 也真的是听下来听懂了 然后可能 我觉得学语言可能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最好的日积月累的例子 因为真的是 你真的是需要每天的去练习和读的 特别是口语这个东西 所以希望大家每天都留出一定的早自习 自己虽然大学已经没有了早自习 可能可以找出一些时间来专门的 安排一定的时间去弄这个听力和口语 因为听力和口语往往是 中国人比较弱的一个部分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如果你真的要留学的话 很重要的部分 然后英语阅读 平时的话 这是一些怎么说小建议吧 平时的话 我觉得你不认识的单词 比如说你刚刚那些transcript transcript里面不懂的生词啊 你不仅在那个transcript上面标注下来 你而且专门做一个本本 一个小本本 你每天都可以拿的本子 或者你的手机 你去记在上面 而且不认识的单词 你一定要查 就是我知道很多人 可能很多很多新多方啊 他们的人可能就说 不认识的单词 你可以在语境中去猜它的意思 但是如果这不是考试 你根本就不要猜 你不认识的单词一定要查 查了之后 你知道它准确的意思 因为你猜的时候 永远会有猜错的那个可能 所以如果你真的认识它 你就不需要猜 为什么要猜呢 所以你要抓住 平时积累的这个功夫 然后利用零碎的时间 反复看 对 扩大词汇量比 比猜单词 考试时候猜单词 要靠谱的多 然后平时和考试的时候 的一个 怎么说 小技巧呢 就是我们平常英语阅读会遇到长句嘛 那你就去分解为更小的句子结构去看 虽然说的轻巧 但是 但是也是不容易的 这一步 但它是真的有帮助的 一个很长的句子 你怎么看也看不懂 那你就去看 到底主位兵是什么 这可能如果你不知道句子结构是什么 你可能需要补一些基础的一些课程 或者自学一下 先 然后看完一句 用自己的话 复述一遍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分享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总结出这一点来 就是 这是一个active learning 其实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枯燥 这个又长又臭 我又看不懂 我为什么要读这个 所以你也得把自己带入进去 你看完一段 你就自己复述一遍 啊 interesting 然后你就细经作一点 就是 带入自己与文章互动 鼓励自己说 比如说 这篇文章很有趣 比如说托福的时候 或者GRE的时候 特别GRE那个很枯燥的东西 但是你就是要鼓励自己 那个心理暗示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 对你提高你的分数 就一看到这文章标题 虽然说它可能是说外太空 但你就说 这篇文章应该很有趣 我要看一下 就是积极的心理暗示 可能会对考试效果 带来一定的影响 那比如说 我很好奇啊 这话题到底要讲什么呀 原来是这样 看完一句 原来是这样 然后再看完一句 就是不停不停的 把自己带入进去 而不是真正的 只是在枯燥的 在在读这个 然后以一个非常struggling的状态 去处理这个阅读 OK 然后学术写作 学术写作 这一点也是 我博士阶段才学习和总结到的 因为学术写作一直都是一个难题 我觉得以前也没有很系统的学过 甚至就是没有系统的指导 就是靠自己摸索 靠自己背这些 范文啊 然后模仿一些句型啊 但是我觉得 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作用的 范文啊 这些你把它当做一个 当做一个日常的 一个背诵 或者说朗读的东西 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习惯 如果考试的时候 能够现手捏来一些句型什么的话 但是我这里说的是 可能是学术写作 也就是不是考试的时候的写作 因为考试的时候 你必须要是要一期合成 就只能写一稿的嘛 所以我这里说的学术写作 就是只写你们的那个academic paper 就你们的期末论文 如果你们上的是一个英语的课的话 如何把它写得更好 这里要强调一点 就是它并不是一期合成的 你可能需要写一二三四五七 这倒是几稿 好像是七稿的样子 所以你最开始是读文献 然后读文献之后 你有一些你自己的note 然后你自己的思想 就是你自己的想法 对这篇文章 你有一些什么想法和回忆 你觉得这文章到底写得好不好 这作者观点到底怎么样 就是一个pre-writing 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free-writing的过程 然后你再create一个massive draft 就是你自己的一些argument 在free-writing的时候的一些argument 结合literature里面的一些佐证 可能可以把它连起来 形成一个相对有structure的一个文章 然后你再形成你的第一个first draft 然后就是有argument 也有一些data的文章 然后你再去检查 因为我们现在是有了一定的内容之后 你再去检查这个逻辑 这个语句 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之间的衔接 然后它们到底应该要怎样排序 这些 然后你写完了之后 你还要把它读出来 因为你读的时候又还是不一样的 你写你看的时候和你读出来感受 还是不一样的 你读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更细节的一些语病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formatting的问题 可能最后还可以加一个就是backward outlining 就是你去重新去outline一下 因为一开始可能你是根据一个提纲来展开你的文章的 但后面你可以写完文章之后 你再去看我现在的框架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和我最前面的这个提纲是符合的 就叫backward outlining 但是虽然这说 我说到挺细节的部分了 但是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一个核心点 就是不管是学术写作 还是其他的一些大任务 或者说我们的梦想或者理想 那些看似庞然大物的东西 你不要觉得一下子就能达到 因为那样子会给自己真的是很大的压力 你就会拖延 一有压力你就会拖延 然后你还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难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把它分解 你这个任务你可以分成几步 或者是分成哪几个方面 然后去一步一步 一步直走一步 你一下子直走一步 然后一步一步来 所以这样子可能拆解任务之后 可能你这个效果 然后慢慢的磨出更细的活 可能这是一个背后的一个这种启发吧 可能对其他的这种任务也适用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英语 其实虽然说中国人都在学英语 然后觉得英语是个老大男 然后但他真的还只是一门技能 一门语言而已 就就像以前我想学英语专业 但最后没有选择的原因 就是他真的就只是一门语言 一门工具而已 如果你没有你的domain knowledge 你如果没有一个学科的背景 你只会说一个语言 但你言之无误的话 也是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力的 所以可能还是两方面都要抓 英语只是一个技能而已 他只是一个日积月累的 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你需要保护他 就是一定的时间 每天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去保护你这个技能提升的这个时间 但是你其他的时间 可能很重要的另外一部分 就是提高你自己的专业 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就多看书多思考 你变成一个有思想力的人 你说出来东西是有价值的 能够启发人思考的这种 以及你又有一个流畅的外语 去表达出来 那就是一个挺好的了 然后欢迎使用聊天框提问 看完这篇文章 你学到了什么 请点个赞 支持一下作者吧 欢迎留言 告诉作者 你还想看到什么内容和选题的文章 别忘了加关注 获取内容更新哦 请不吝点赞